我们再找一棵树 不要过多的挡了建筑 挡了建筑就不太好了 不要过多挡建筑 但是也不能没有 大家一定要合理的运用 草坡这个地方 水域这个地方 我也可以将它进行制作 太远处看不到 我们就不要管它了 这个地方还是看得到的 所以说这一节 我们尽可能把它摆得丰富 好 字幕提供 这场景进行一个摆放 这边也是 桥这边我们已经看不见了 所以说我们不用去理会过多的 但是相机包含的里面的东西 是我们必须被看见的东西 做一个响应的搭配是很有必要的 这边是我们的图里面的地方 我们的图里面是有点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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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颜色稍稍变一下 看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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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把它摆光到位 小的灌木我们就已经搭配完了 增叶术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 还有一些灌木 这些灌木我们就已经搭配完了 相应的对它进行摆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都放在主板的破开 感谢观看 大概把这些植物做一下 然后用旋转工具 将它进行一个随机的操作 感谢观看 实在不好调 然后我们可以单独的进行调整 单独的进行调整 旋转一下 不要让它太规整 收信给点 单独的进行调整一下 在这时候我可以选择按百分比选择物体 单独的调整一下 选择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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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还选择物体 这些都是可以的 选择物体 选择物体 选择这一项 首先要 入个试 选择物体 将它进行缩小 移动 百分之七十 选择物体 这样也是可以的 只会稍稍要麻烦一点点 然后随机角度进行一个旋转 那么这五十 随机角度 选择物体 进行个旋转 百分之八十 选择物体 进行个旋转 现在它就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了 相当于Bonebox的形式显示 这些都不需要 这些都不需要 我们可以渲染测试 看一下效果 我们渲染测试 看了一下效果 食物摆放 大概就是这样 看一下 没有摆放到位的 比如这个后面我们也啊 这一片将它摆放到位 已经被看见了 已经被看见了 再次渲染一下 基本上 基本上摆放合理以后 基本上摆放合理以后 我们就要对植物的材质进行调整 因为是雪天 所以说我们要对植物材质 进行一个雪天的处理 在这里教大家两种常用的雪天材质的调节方法 一种是用画贴图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的Photoshop 从画贴图来模拟 雪天材质的效果 另外一种是通过Blunt材质 加上MIG是混合材质 进行雪天材质的条件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种 我们选取 要表现的这个植物前景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多位材质 它有两个材质球 ID材质ID1是一个植物的材质 很明显是一个植物绿叶的材质 植物2是一个根茎 茎杆的材质 茎杆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不用让它产生雪的一种效果 在叶子上有点飘雪的感觉就对了 所以说我选拥材质1 选拥材质1以后 找到这个材质 材质球 找到这个Maps材质 我可以给它相应的一个材质处理 我也可以先 给它一个相应的材质处理 找到这个材质 这个材质 打开方式 我们用Photoshop打开 这个地方我没有选定 所以说打不开 我可以先进行打开 目的就是为了打开这个材质 打开 打开桌面 我们可以一并的将它进行处理 页的材质 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张贴图 我们将在这张贴图上面 画上一些 涂鸦的形式 按照涂鸦的形式来说 选的材质一般是比较白的 所以说是我们可以 直接对它进行 一个涂鸦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使用涂鸦的工具是一个画笔工具 找到画笔工具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相应的 按住指标主编来画一下 因为它的范围比较小 我们可以扩大画笔的范围 阻值镜 拉大一点点 这个地方有点 好偏 画笔的调节 我们也可以进行调节 我们来选中一下 我们不要选中这么实在的画笔 我们可以选中一些 类似这样的画笔 都是可以的 阻值镜 瞧大一点点 在它的前景色上 我们将对它的前景色进行涂鸦 打开 它的实色器 进行涂 我们可以 这个地方可以是雪的材质 对吧 然后画笔稍稍大一点点 可以任意的创作 雪天叶子的感觉稍稍的不那么强烈 大概我随便画了几笔 储存为桌面上 这个也可以 储存为这个叶子 叶子 都是可以的 把它放进来 叶子 大文件 现在对它进行一个改变材质 用这个材质 现在它就有了一个雪的材质了 0.2 不要让它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再次进行渲染一下 看一下 这个效果 它就附上了雪的这种材质了 大家觉得绿色的地方不是过多的话 我还可以再增加一点点 这是第一种方式 这是第一种方式 我们来做雪 储存为 更改一下 这个地方直接可以 这样就可以了 其他都没有过多要讲的地方 我们接下来看其他的几种材质 我们分别使用第一二种方法进行制作 我们看一下 乔木的材质 这是 也是这个叶子 现在我们对这个叶子进行处理 我选用第二种方式 就是我说的blend材质进行调整 点选它 在它多为纸材质 点选树叶的材质 第一层 并且在它的stand下 点选一个blend材质 点选blend材质 选择keep old 保持它之前的这个材质 然后我们进入它的选项二 设置一下 它这个材质颜色 大概调成 一个蓝白色 偏灰 偏灰的蓝白色的材质就可以了 并且在它的mask选项中间选择一个贴图 我们之前用的一张黑白贴图都是可以的 桌面 我们找到了刚才的一张桌墙面的黑白贴图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材质就呈现出 呈现出来了 现在也不需要过多的调整 现在我们来渲染一下 它上面就会 多多少少会有雪的这种感觉在里头 因为它是通过黑白贴图进行控制的 黑色的区域代表的是第一层材质 质一 白色区域代表是质二